Hello 大家好 我是Lowie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创世神话呢? 在中西方里面的创世神话 大家知道人是怎样走出来的吗? 人就不是石头爆出来的嘛 你以为书不空吗?石头爆出来 其实不是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人是怎样跟泥土有关 我们有个中文的说法就是入土为安 或者陈归陈 土归土 这些可能都会追溯到人类的创造 可能跟泥土有关 其实是的 无论中西方 人类的文明历史上都会跟大家说 人的创造是跟泥土有关的 我先举一些西方的例子 例如西方来说 大家有看过创世神话 即是创世记 创世记说上帝是医着他的样式 在泥土做人 即是做阿当 然后最后就吹了一口气下去 令到他有呼吸 有气 这些是很道教 不重要 重要就是告诉你 原来创世记是说人是用泥土做的 究竟我们中国那里 或者日本是怎样看的呢? 其实想法都是一样的 日本有两个神 他是兄妹 叫做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奇 这两个都是神 不过这两个神都是用泥土做人 对吧? 所以这个神说 会不会是抄创世记 还是创世记抄他呢? 中国都有 大家知道 创造人类的 那个叫铝窩 铝窩 就在黄河流域那里拿了一些黄土 解释黄中人的内缘 拿了黄土砌一砌 砌了一些人 为什么? 因为他发觉自己人生在世 他和伏气很沉 所以砌了一些人 然后就在他们的泥公仔里 吹了一口气 然后又是做了人出来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觉 原来中西神话 无论中西文化 原来泥土做人 竟然是大家的共通点 不如大家再发掘一下 学校没教的历史 再告诉他 学校没教什么历史 或者学校教错什么历史 我们下一集再谈讀 拜拜